金英电视艺术节是中国电视人的最高盛会之一 同时也是中国商业电视剧的最高形象舞台 金英女神是金英电视艺术节的形象标志 女神的双手托起高飞的金英标志着中国电视剧的振翅高飞 金英女神至今为止已经举行好多介绍 见证了无数花旦一步步到达知名女星 这个奖项也十分受到关注 之前从网上的投票数据来看 郑爽是排行第一占据40.7%的支持力 远远的拉距了第二名 众人本以为这次的评选金英女神会是郑爽无疑 就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后 令人大跌眼镜 意料之外 让网友们万万没想到 郑爽陪讨好几届金英女神 本以为这一届是晚上定丁的事 可没想到竟然又是陪读太子 而且最终得主也不是仅次于她的迪丽热巴和赵丽颖等 竟然是Andra Baby养女 在投票中是即使暴冷却被选中 成功获得金英女神的称号 郑爽的粉丝们纷纷被郑爽打抱不平 要求节目给出个合理的解释 金英节的官方因为迫于舆论的压力 只好强行的洗白加以回应衬 金英女神不能只看投票 更重要的还是看综合实力的排名 网友表示综合实力哪体现得出来 实力方面的话 杨领虽然人长得漂亮 但是演戏方面还是不被看好 相对比郑爽这方面要强一些 从刚刚出道的时候演得一起来看流星鱼 再到微微一笑很清晨 身为90后的郑爽已经很努力了 因为郑爽大大咧咧 那种不矫情的性格和他不俗的影视作品的成绩 成功的吸引了大片的粉丝与关注 成为很受观众喜爱的女星之一 可是杨领呢 杨领最多也只是在跑男的综艺感较好 一旦到了别的综艺节目中就干上了天 并且曾经一度因为孤芳不自赏 钟的抠图被全网嘲讽 演技也是很尴尬 他最终获得精英女神称号 令很多人不满 但是网上又最新爆料 今年的杨领拿的奖 还不止精英女神 最近他又获得另外一个奖项 这一次杨领获得的是 年度最具价值的女艺人奖 这个奖项是对于商业价值的肯定 说实话一个艺人无论人气有多高 没有商业价值还是不能长久红下去的 有了商业价值有各种代言 露面的机会才会越来越多 认识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只有创业创造的价值 才能够永远的红下去 从而巩固自己的人气 如果从这点考虑的话 杨领获得这个奖项 好像还算是合理 ミ继续 甚至等于 我一边 里兰获得